好,第二小題喔 這個雙變數函數呢 它現在是nature log 這個x平方加y 那我們首先呢,先做第一個 f對第一個變數 微分呢 就是要把這個對x做偏微 nature log x平方加y 下去做偏微 好,那麼 複習一下這個公式 這個nature log u 你給它微分以後呢 它是u分之一du 好,u分之一du 那所以現在改成這種partial的格式喔 那麼我們就 可以把上面這個 公式呢,改寫成 partial over partial x nature log u 它就是u分之一呢 然後partial over partial x 然後對u偏微 對u偏微 那如果說呢,是對y的話 你這邊就適當的改成這個y 好,這個是lnu的微分 那現在這個u呢 就是這個括號裡面 這個s平方加y s平方加y 所以呢,它微分以後 就是把這個位置喔 把它取倒數 把它取倒數 它就變成s平方加y分之1 再乘以呢 把這個s平方加y 再把它對x做偏微喔 那這個偏微以後啊 我們把它寫這邊好了 它就會等於呢 s平方加y 分之呢2x 好,x平方微分變2x 那這個y是常數微分變0 好,那這是f對第一個變數微分 接下來呢,我們先來做這個二階的喔 f對第一個變數 再對第二個變數做 微分喔 那就等於是呢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呃...f 對它的第一個變數 微分的結果 再把它呢 對它的第二個變數下去做偏微 好,所以這個符號呢 看同學喜歡用什麼 好,如果你要這樣子用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這個 呃...f1 剛才這個結果呢 把它放進來 它就是x平方 加y分之2x了 好,變成這樣子了 好,那麼現在呢 我們現在要對這個 四角下去做微分 對它裡面的y變數做微分 那麼你可以使用這個 除法率 好,也可以使用另外一個方法 不過我們先來看這個除法率 除法率呢 它現在是這樣子 單變數的除法率 這個... 這個f除以g 你微分以後呢 變成g平方gdf 好,再減掉fdg 好,那我們現在呢 它是把這個式子 要對它的y變數微分 對y 做偏微 那所以呢 整個這個式子呢 這個公式 你就可以相對應的 給它改寫成什麼呢 g乘以呢 f對它的y變數微分 減掉f 乘上g對它的y變數微分 偏微 那所以呢 我們按照這邊這個公式的格式 上面這個是公式的f 這個2s 下面這個s平方加y呢 是公式的這個... 這個g 所以微分以後啊 我們就會得到呢 把分母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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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偏微 那這個分子 它是2x 這個分子2x 所以它微分變0 對y偏微微分變0 然後減掉呢 這個2x 乘上呢 這個分母對y微分 分母 這個g對y偏微 那我們這邊這個g 我們這邊這個g呢 它是這個式子 這個是g 你給它對y偏微以後啊 它這個s平方微分變0嘛 它y微分變1 y對y偏微變1 所以呢 整理一下 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 對第一個變數 再對第二個變數 微分的結果呢 是這個式子 是這個式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繼續做這個y的部分 我們把這個f呢 對它的第二個部分 做偏微 那意思就是 要把這個函數呢 對y 下去 做偏微 那麼 微分的時候呢 一樣 就是呢 再度的使用這邊這個公式 再度使用這邊這個公式 那麼 現在是對y 所以ln u微分還是把u取倒數 然後再把u呢 對y做偏微就可以了 那因此 我們就把這個式子處理在這邊 這個 u u就是這一串 把這個s平方加y 取倒數 接下來呢 乘上 把這一串呢 把它對y做偏微 把它對y做偏微 那對y偏微的時候 因為s平方是常數 微分變0 好 那麼y呢 對y微分變1 所以呢 這個微分以後啊 它就變成了 s平方加y分之1 好 x平方加y分之1 好 那 這個式子求出來之後啊 我們再把它呢 對它的第一個變數微分 好 那這個式子呢 其實就是呢 partial over partial x 就是你把它對這個f 對它第二個變數微分的結果呢 把它套過來 可以的 那這邊呢 我們把這個partial x 寫下來 然後剛才這個f 對第二個變數微分的結果呢 是f平方加y分之1 好 那麼 這個式子呢 你可以使用處法率 好 不過呢 我們也可以使用另外一個式子 也就是說呢 我們現在把它看成是 看成是這個s平方 2 加y的-1次方 好 負1次方 那我們現在使用這個公式 好 使用這個公式 這個 好 這個微分 就是 我們現在把一個函數的n次方微分 它會 nf n-df df 那你現在把它改成partial的格式 那這個公式呢 它就相對應的 就 現在是要對x 所以 把f的n次方對x偏微 它就變成nf的n-1次 再 這個 把d改成partial over partial x 它就變成像這個式子了 那所以呢 這邊 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現在就是 這個裡面這一串 那這個n呢 就是-1 所以f的n次方 微分 它變成-1 這個 f 的-1-1 就-2次方 然後 還要再乘上呢 這個 f函數 再把它對x做偏微 好 那這個在偏微呢 x平方微分跑2x 這個y微分變0 變成0 所以呢 後面這邊呢 還會跑一個2x出來 那這個部分 它是-2次方 我們再把-2次方呢 給它顛倒到分母去 它就是2次方 那所以分子呢 就剩下-1 它乘上後面這個2x 乘上後面這個2x 所以它到最後的這個結果 那同學會發覺說呢 咦 它這個跟這個呢 是一樣的 那大部分的函數 你把它這個對x微分再對y偏微 跟你先對y再對x偏微呢 它都是 結果都是一樣的 結果都是一樣的 只要它的條件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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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